飓风步步逼近 岸边的海浪也受到影响开始变大 附近居民加紧脚步固定好门窗 我们有计划 可能要逃避 我们想看今天 然后看看什么事 大夕阳上的佛罗伦斯飓风 威力上升到四级 周一中午距离恐怖角 约有1900多公里 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朝北卡罗兰纳州前进 预计周四晚间或周五白天 就会登陆 佛罗伦斯在太平洋上 水气息好稀满 对流旺盛 飓风中心清晰可见 最高持续阵风达到 时速195公里 而且移动速度越来越慢 将是几十年来 清洗当地最强烈的飓风 恐怕带来致命性的淹水灾情 北卡罗兰纳州 捍维吉尼亚州 双双发布撤离令 超过125万人 收到撤离通知 南卡罗兰纳州 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去年玛利亚飓风侵袭 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政府遭批反应慢半拍 这次美国总统川普 已经取消周五行程 提前助阵指挥 带新闻黄敬廷编译